里边怎么特别 瓶瓶罐罐雷同的模样如何分类别 实际展演印象就能深刻 了解这个活动我之后 我发现这个垃圾分类 不光是在这个口头上 更应该多的是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也借由这样一个环保活动 以后再深入地推广 再深耕 把那个环保理念 就传播到各个店铺 让他们提高这个样的环保理念 看图卡 学环保 小朋友心中有盼望 我希望人们都能节约水 还有不浪费粮食 要保护小动物 不让他们舒服到伤害 天津辞职人每周两天 在图书批方市场回收资源 呼吁造福之道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 郭金宝天津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